本节目由小涛睡前故事赞助播出 晚上睡不着那就关注公众号小涛解说 每晚一个睡前有声故事 另外不定期还有粉丝福利哦 哈喽大家好 我是涛哥 一个把电影当故事讲的电影解说 涛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部美国恐怖电影驱魔人 电影由考古学者阿末神父 在考古遗迹中挖掘出一个实质头像开始的 后来神父旅游到另外一个地方时 发现当地一个恶魔神像和之前自己发现的实质头像有些相似 而且附近还有两只狗在打架 似乎意识了什么不祥之兆 同一个时间在美国华府的乔治大学 一位年轻的精神科医师卡拉神父 由于人生的不如意 开始对自己的信仰产生怀疑 画面转到卡拉神父的母亲那里 卡拉告诉母亲会带她去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是没想到那个地方会是疗养院 在乔治城的一所公寓内 一位单亲妈妈短发女带着自己的女儿小瑞在这所房子内居住 小瑞也就是本篇电影的女主 虽然短发女和女主经常开玩笑的玩耍 但是还是掩饰不了女主内心的孤独 一天夜里短发女接到演出的电话 走的时候听到阁楼上有声音 就上楼去查看 然而却什么都没有发现 后来短发女发现 女主有时候会做出一些不属于小女孩该有的行为 于是带女主去医院检查 根据女主在医院发生的一些怪异行为 例如平时从不说脏话 却在医院检查的时候骂了医生 然后检查完就开始唱一些莫名其妙的歌 医生断定女主在精神上有些问题 并给女主开了些药 而短发女认为女主的病可能是由于自己和自己的丈夫离婚所致的 当晚短发女和朋友在家开了个晚会 而就在短发女吃着东西的时候 听到有人谈到卡拉神父 朋友还告诉短发女 那位神父还兼职了心理医生 估计短发女是想求卡拉神父来帮助自己的女儿吧 所以才特别关心卡拉的信息 当短发女送走了一些人后 就和其他朋友弹琴唱歌 这时女主突然走下来 对着弹琴的男子说了句 你会死在这里的 接着就尿裤子了 看着众人一脸的懵逼 短发女急忙赶来救场 说自己的女儿生病了 然后就带着女主去洗澡 并安慰女主睡下 就在短发女刚下楼的时候 突然听到女主的尖叫 冲进去查看 发现女主的床在剧烈的震动 然后短发女赶紧上床帮助女主 但是两个人的重量依旧没什么乱用 第二天 短发女就带女主去医院进行治疗 医生说 女主大脑可能有点问题 等到再次检查的时候 发现什么都是正常的 而女主的情况却越来越严重 还发生了许多科学不可解释的超自然现象 随后短发女在医生的建议下 决定为女主找心理医生 当天晚上 短发女回到家发现 女主的窗户是开着的 被子也被打开 整个房间冷得要死 就在短发女埋怨自家保姆的时候 女主弯着腰 嘴里流着血 从楼上倒着爬了下来 此时短发女被吓得嘴里足够塞下一颗鸡蛋了 短发女觉得女儿的病不能再等了 第二天就为女主请来了心理医生 结果女主却把心理医生给打伤了 而所有的科学治疗方法皆以失败告终 医生认为女主的症状可能是 恶灵附身所造成的精神症状 他建议请神父来做驱魔仪式 会有助于缓解这种精神疾病 于是短发女就带着女主回家了 刚安慰女主睡下就听到女主房间有砸东西的声音 短发女急忙冲上去查看 发现女主体内的恶魔在控制着自己的女儿自残 于是短发女急忙上去和恶魔抢刀子 结果却把自己给弄伤了 无助的短发女找到了精神科卡拉神父 祈求他救自己的女儿 卡拉神父到了短发女的家 刚进卧室就看到了已经被恶魔折磨的没有人样的女主 一开始卡拉神父也认为女主的症状只是单纯的心理疾病 但是亲眼目睹了女主诡异而恐怖的异常行径后 他开始相信女主是被恶魔所附身了 第二天卡拉神父来到女主的卧室 企图用渗水来消灭恶魔 但这其实并不是真正的渗水 只是普通的自来水而已 恶魔既然觉得烫 卡拉也觉得很奇怪 于是下楼和短发女交谈说 自己很怀疑女主是不是真的被鬼附身了 卡拉回到工作室继续听女主的录音 突然发现录音内容居然是在拖延时间 目的只是为了杀死女主 就在卡拉反复听录音的时候 听到了恶魔叫喊阿末神父的声音 因此也知道了这个恶魔害怕阿末神父 就在这时卡拉突然被响起的电话吓到 原来是短发女家的保姆打来的求救电话 卡拉急忙赶到短发女的家里 在女主的身体上她看到了求救信号 第二天卡拉来到教会 祈求为女主举行驱魔仪式 但是教会的长老似乎不太同意卡拉这样做 于是商议准备请阿末神父来举行仪式 到了晚上阿末神父来到短发女的家 并准备和卡拉神父一起举行驱魔仪式 阿末神父告诉卡拉 恶魔会说谎来分散你的注意力 还会将谎言混合真相 所以一定不可以和恶魔说话 两位神父尝试在女主死亡前将恶灵读出小女孩体外 但是就在阿末神父驱逐恶魔达到高潮的时候 却因为心脏衰竭而死 这时卡拉神父冲进来 以为是恶魔杀死了阿末神父 就和恶魔扭打在一起 卡拉要求恶魔附身在自己身上 而女主也因此恢复了原样 卡拉神父为了不让恶魔再去害人 于是跳窗和恶魔同归一径 不过这剧情好像不太对 恶魔如果能跳楼死的话 应该就用不了这么多驱魔人了 好了不多扯 要不然导演会说 就你逼话多 电影到最后 短发女决定搬离乔志诚 回到洛杉矶生活 而短发女本想将卡拉神父的项链 交给她的朋友 但是男子却还给了短发女 大概是想让短发女记住 是卡拉神父救了女主吧 好了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搜搜看 我是涛哥 如果你有想看不敢看的电影 就私信告诉涛哥吧 涛哥每天为你解说一部电影 喜欢涛哥的就订阅我们吧 但一定要记得转发哦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